还要来看到是在台北市信义区的百货似乎又拉紧报了 根据台北市政府公布 有两名确诊患者曾经在父亲节 当天前往了新光三院A8的B1 以及原版A13来逛街 不过疫调人员现在怀疑两个人恐怕没有说实话 现在正在掉电信足迹 至于这两家百货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清销 不过今天还是停业一天 信义三院A8管B1 十一号深夜紧急消毒原来有两名确诊者曾经到这里逛街 确诊个案的足迹还不止A8 也到了信义原版A13 信义原版A13大门口放出告示牌说 十二号停业一天进行全管消毒 业者表示已经在十一号进行清销 附近的上班族一听说 信义区百货有确诊者足迹都非常担心 就是口罩尽量不要拿下来然后多消毒 下班就尽量避开人群赶快开车回家 就也不搭也不会搭成大众运输工具 根据北市府公布 这两名确诊者案一五九二三 一五九二五 CT值都相当高 具有传染力 八月八号复清洁曾经逛A8 A13十号双双确诊 感染源不明 怀疑他们没有说实话 还在掉电信足迹 不止信义区各百货卖场 都接连爆出工作人员确诊 或是确诊个案曾经光顾 专家认为百货卖场员工 接触的人非常多 务必加强防疫措施 百货公司卖场的一个服务人员 要让他们要提高警觉 因为他们是在那个 社区感染流行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高风险族群之一 尽管将为二级各场所陆续开放 却不断有零星确诊个案 在无法清零的状况下 防疫一刻都不能放松 记得林世达黄时分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